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美国的房产产市场是否值得投资的问题 随着最近几个月人币汇率的持续贬值 以及中国楼市和股市的双双下行 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似乎海外是一抹亮点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美国的房产市场或者海外的房产市场是否究竟值得投资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下美国或者说发达国家的房产市场面临的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三高的一个问题 一个是高房价 一个是高利率 第三个就是高的计税基础 海外房产市场是有房产税的 高房价不用说 在2020年疫情以后 海外发达市场包括美国市场都有一大波的一个上涨幅度 几乎涨了40% 50%都不罕见 另外就是高利率 高利率像美国市场现在30年的按揭贷款利率是7%以上 非常高的一个利率 基本是回到了2007年以前的一个利率水平 而且这个利率水平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上行到这个幅度的 也就是说在2020年或者21年以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贷款利率只有3%左右 现在翻了一倍不止 这种利率情况是因为美联储为了应对这种通胀 持续不断的加息导致的 大家知道这一轮的美联储加息是创了1980年以来 就是40年以来最快的加息速度和最大的加息节奏 很短的时间就把利率从0加到了5.25%到5%之间的区间 所以说目前的美国房产市场高利率的问题非常大 第三个就是高的计税基础的问题 现在的美国房产市场的计税房价因为涨了很多 所以说它的房产税的计税基础也高了很多 同样的房子你把它卖了以后再换同样的房子的话 你的交的房产税可能就比以前高很多 因为你以前买的房子价格可能比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房产市场是高房价高利率 高计税基础的一个情况下 究竟还是否值得投资 现在很多有一些人的迷思或者说一个观点 就是认为在如此高的利率的条件下 美国的房产市场都不跌 甚至还涨了一段时间 以后如果降息的话 岂不是房价涨得更疯吗 这个是最容易迷惑大家的 或者让人迷惑的一个观点 其实恰恰在美联储开始降息以后 恰恰是要面临一个相对萧条和衰退的一个环境 恰恰房价非但不会上涨 房价还会面临大幅的下跌的可能性 比如在08年到2012年这个周期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这样 美联储大幅的降息降到零 并且进行量化宽松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的时候 就是比较萧条的时候 所以那个情况下 即使在降息 人们也没有这种购买能力 或者也没有这种信心和预期 再去买入这个房产 所以说当真正降息来临的时候 往往也是经济萧条和衰退的时候 也是大家失业 裁员降息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房地产市场也是一个下行的时候 所以这个观点就可以自然就不攻自破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按揭贷款的一个量 你可以看到 随着现在按揭贷款的申请量 已经降到了95年的一个水平 就创了28年的一个新低 非常低的一个低迷 所以说很多的美国家庭 也不敢在如此高的利率的情况下 去进行贷款按揭 或者说没有支付的能力 当下其实有四分之一的房子 都是现金买家去购买的 而这些现金买家往往也是购买的新房也比较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新房的购买水平 你可以看到新房的购买水平 占到了整个房地产市场 销售金额的30%左右 30%以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远远超过之前的一个水平 就是因为现在二手房市场的很多的房子 业主不愿意出售 因为他们之前锁定的贷款利率很低 比如只有3% 如果卖掉以后再买同样的房子的话 付出的贷款利率就是7%的水平 同时计税的基础 房产税也交了更多 所以二手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低迷 二手房的整个交易量很低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二手房的销售的一个情况 基本回到了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包括2020年疫情的时候 非常低迷的一个成交量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卖家不愿意出售 所以说给你感觉一个表象是低库存 但这种低库存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随着美联储的降息的到来 或者经济的逐渐的回落和衰退的到来的话 二手房的房源量它会被动的增加 就是有些人他会被强制拍卖 会出现被动的二手房的量的一个增加 包括很多经营民宿 Airbnb 这些业主都有可能被动出售房屋 而且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次二手房房屋成交量的下行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并不是代表说市场库存低房价就会涨 恰恰可能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 一场衰退即将到来 比如说我们看2007年08年的一次 0405年的就是一个二手房的销售的高点 之后随着成交量的回落 没过多久 07年的金融危机就到来了 包括80年代的时候也是 89年的时候也是 几次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箭头的时候都是 到二手房的逐渐销售缩的时候 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衰退往往也会到来 所以这是当下的一个情况 包括我们再看一下美国家庭部门 它对房地产市场房价的支付能力 你可以看到美国房价支付的指数 指数越低 代表居民家庭压力越大 可支付的能力越低 你可以看到这个指数已经回到了07年 0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低点 就是说美国大部分的家庭 负担美国的房子也是非常有压力的 在这么高的一个房价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房价 比上美国的居民收入的中位数的一个比值 已经来到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 已经超过了07年当时的那个高点 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更准确切 这个图你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新房的支付 占到家庭收入的比例多少 可以说占到50%的比例了将近 你的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家庭收入的50% 可能用来支付这个按揭贷款 房产税这些在住房方面的这种支出 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你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收入 和这个房价的这个 就房价中位数的一个价格 和中位数的一个家庭收入 你可以看到这个贝离 这个匹刹越来越大 这个黑色的线狂飙 这红色的线没有多少上涨 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其实这个也可以反映出 美国家庭部门 支付这个房产的这种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说整体来讲 美国的房产市长 我相信相对是来到一个偏高位的一个水平 尤其是2020年以后的这一波上涨以后 很多的这个房子的租售比 都变得很不划算 在2020年以前 不管是在加州 还是在德州 很多大的美国的各个地区 租售比相对来讲是比较划算的 扣掉这些房产税 杂七杂八的成本和费用 基本你还能有4%到6%的净收益 租金回报的净收益 但走到今天 比如说加州 可能净收益只有2%到3%的一个水平 非常低 所以说不管是从投资租金回报比来讲 还是从房产的升值潜力来讲等等 以及整个美国经济的一个不确定情况来讲 我觉得当下可能都不是一个投资海外房产 或者投资美国房产的一个好的时机 而且房地产市场 它是一个慢动作 是一个slow motion moving 它的这种运行节奏的缓慢 甚至比实体经济的这种运行还要缓慢 比如说在08年那一轮周期中 08年09年经济已经见底了 但是美国的房产市场是一直到2011年底 甚至到2012年才逐渐开始气温回升 所以房地产市场它势大力尘 它的节奏是要比较慢 所以大家要有一定的耐心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